Last Word这杯酒的配方第一次出现是在一本1951年出版的 名字叫做Bottoms Up的调酒书里面 而根据这本书的记载 这杯酒的发明地是在迪特律的一间 名字叫做Detroit Athletic Club的食言俱乐部里面 在1915年有一位名字叫做Frank Fogarty的调酒师发明的 Last Word这杯调酒在当时并不是一杯受欢迎的调酒 他之所以能够在现在如此流行 要归功于美国著名调酒师Marie Stenson 2003年这位调酒师在斯雅图的一间非常著名的酒吧 Cissette Cafe里面做主调酒师 他把Last Word放进他的纪尾酒单里面 已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而Cissette Cafe是纪尾酒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间酒吧 Milk & Honey在东海岸 Cissette Cafe在西海岸 这两家酒吧一直引领着美国的纪尾酒文艺复兴 而Marie Stenson刚刚在今年的9月22号在家里于是尝试 那我们调Last Word这杯调酒需要用到五种材料 绿茶特 甘心精酒 Marie Stenson 青柠檬汁 那个Marie Stenson Cherry是用来装饰的 家里没有的话可以忽略 我们先上22.5毫升的青柠檬汁 22.5毫升的Marie Stenson Liqueur 22.5毫升的Gang心精酒 22.5毫升的绿茶特 加冰油大概10秒左右 过滤到一个冷冻好的酷杯里面 最后放上一颗Marie Stenson Cherry作为装饰 这样子一杯Last Word就完成了 好了我的这一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麻烦点赞 投币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 拜拜